好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组数字 随着包括工农中建交 五家国有大行 以及招行民生等五家股份制银行年报的披露 银行员工的薪酬的涨跌情况也浮出了水面 整体来看 农行 建行 招行 中信 这四家银行 薪酬都是出现了下滑 而其余的较往年是有所增长 那么在人均的薪酬方面 五大行当中除了交行 中行人均薪酬 分别增长7.73% 2.36%之外 其余的三大行是有所减少 但是整个来看 减少幅度并不太大 由于整体员工数量比较多 拉低了员工平均薪酬是在22万到28万年 倒是招行及中信银行人均薪酬降幅 分别达到15%到20% 但是这个并不是他真的去降低他的薪酬所导致的 主要的原因是绩效薪酬的延期的支付 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不是他在这里的朋友们 主要有了 你别再来看 这次我来说的 这次我来说的 有什么 你来说的